那时候本山大叔和范伟大哥们 在电视上推广东北普通话 喜欢他们的人都能讲上几句东北话 而我天生有语言天赋 一种方言学上几天就能讲得像模像样 以假乱真 酒托们讲东北话 酒吧里的打手们很多也讲东北话 后来我才知道 酒托这种黑社会性质的行业 也是从东北逐渐蔓延到全国的 一名服务生说 我们不要人 我说 我以前在酒吧干过 还当过键盘手 服务生惊讶了 他问 什么是键盘手 我说 像你们这样 辛辛苦苦的等人来喝酒 能赚几个钱 俺们老家那嘎嘎 都是带人进来喝酒的 服务生说 你等等 然后他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分钟 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脸上几道蓝色的疤痕 后来我想 这个男子可能是被人控制后 用小刀在脸上滑了几道 然后撒上蓝墨水 后来就成了这几道蓝色的疤痕 这个男子已经纯属黑社会了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邪气和杀气 让人恐惧 他和我们的副总编不一样 我们的副总编只是貌似黑社会 面目凶恶 内心善良 蓝疤痕的眼光像毒蛇一样 散发着圣人的光 他问 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我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躲闪着他的眼睛 其实那时候真的有些害怕 我说 去了几家酒吧 人家都不要人 就来你们这里看看 蓝疤痕问 以前干过 我点点头 干过什么 他的眼光步步紧闭 做过接待 还做过服务员 刚才你还说什么键盘手 也做过 现在很多酒吧 都有键盘手 我又把刚才 对服务生的话 对这个蓝疤痕说了一遍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不做这些 蓝疤痕说的一本正经 你走吧 我感到很失落 一名服务生送我走到永道 突然说 兄弟 留个电话吧 交个朋友 多条朋友多条路 有了好去处 也告诉哥们一声 我想把传呼号码 留给他 突然又觉得不对劲 传呼号码 曾经留给过九托 也许他们对每个 蠢语的电话号码 联系方式都有备案 我说 我没有电话 服务生 留给了我 他的手机号码 他让我明天 给他打电话 他说 觉得我这人不错 值得一交 我心头一热 其实这是 他们招人的步骤 那时候我全然不知 他们的组织太严密了 稍有不舍 就会被发掘 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从酒吧里走出来 我漫无目的 礼物大 天快黑了 为了省钱 我住进了小巷 深处的一家小旅社 上了楼梯 走进房门 打开窗户 突然看到窗下 有一个人走过 穿着老虎工作服 还似乎不经意地 向楼上望了一眼 到现在我才突然明白 原来我一路 都有人跟踪 如果当初我没有 对这家酒吧 进行暗访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知道 身后一路 都有人跟踪 是不是他们发掘了我 是不是他们怀疑我 那天晚上 我插进了房门 外面一有风吹草动 就非常紧张 本来想换一家旅社 又心疼这几十元钱 快到夜半的时候 我还是睡不着觉 后来 我找老板 换成了楼下的房子 如果他们来到 这家旅社找我 如果他们上楼 一定会从我的门前经过 我会趁机走脱 那天晚上 我胆战心惊地 度过了一个夜晚 他们始终没有出现 吃过午饭 我拨打了那个服务生 留给我的电话 我说 大哥 实在找不到工作 你有工作 就介绍给我呀 那个服务生说 你过来吧 我感到很意外 原来 每一个上门找工作的人 他们都会拒绝 但会要你留下联系方式 然后他们跟踪着你 看你住在哪里 看你接触什么人 等到觉得你值得信任 他们才会联系你 让你来上班 我在这家黑酒吧里 做了一名清洁工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 把酒团们叫上来 却没有喝完了红酒和饮料 端到吧台后 然后擦拭他们用过的桌面 凌晨下班的时候 还要把地面打扫干净 这家酒吧下午三点开门 凌晨三点关门 每天营业十二个小时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酒托和蠢鱼 为什么每次都只在酒吧里 待十几二十分钟 为什么每次饮料和红酒 都会剩下那么多 酒托带着蠢鱼一来到酒吧 服务生就会拿着酒水单过来 问 两位要喝点什么 一般男子都会让酒托点酒水 酒托就郑重下怀 专门捡价格昂贵的红酒点 如果男子自己要过酒水单查看 点那些价格较低的酒水 酒托就会说 我不爱喝这种 他会借过酒水单 点那些价格较高的酒水 这时候 一般男子都耗面子 尽管心中千般不乐意 也忍着不好发作 听面前这个漂亮女孩的 漂亮女孩在人际交往中 总是能占据一些优势 如果男子坚决不喝酒 就像我上次给酒托说的 酒精过敏 那么酒托就会说 来杯橙汁 这个时候男子会在心中盘算 都点了什么 大概多少钱 这个时候他的心中还能承受 他镇静自若 因为他是看着那些酒水单上的价格盘算着 红酒加上什么果盘之类的 不过二三百元 来杯橙汁也无所谓 一杯橙汁又能有多少钱 大不了二三十元钱 接着红酒端上来了 服务声打开 给你们面前的玻璃杯蒸满了 果盘也端上来了 通常是两盘 有时候是鱿鱼丝和瓜子 有时候是圣女果和葡萄干 圣女果也就是小西红柿 这些东西一盘还不到一两 按照市场价格 每盘也就两三元钱 酒托一看到这些东西端上来 就要和你碰杯 你刚刚喝了一口红酒 放下杯子 服务声过来了 手中拿着一张纸 要你买单 你要过酒水消费单 一看就傻眼了 酒头上冷汗直茂 就有一种喝酒喝高乐的感觉 上面写着上千元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你提出质疑 他们给你说 红酒多少钱 果盘多少钱 你说不对呀 酒水单上不是这样写的呀 服务生拿过酒水单让你看 你看 真的呀 上面就是这种红酒的价格 还有照片 奇怪了 刚才明明看到的是 这种红酒一瓶280元 怎么传言 就成了880元 你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把880元看成了280元 果盘呢 也价格不菲 一盘100元 两盘200元 红酒加果盘 1080元 怎么办 掏钱呢 他们虎视眈眈盯盯着你 你敢不掏钱 他们就打着你满地找牙 掏了钱 走出来 回到家仔细回想 哎呀 你明白了 他们把酒水单调包了 他们有两套酒水单 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只是价格 他们在你没有买单前 拿的是标价便宜的酒水单 在要你买单时 拿的是标价昂贵的酒水单 这是那些提前看过酒水单的蠢鱼 更多的蠢鱼进了酒吧后 不看酒水单 在漂亮女孩面前 男子都喜欢充大款 兜里装着100元 就敢装有一万元的感觉 女孩子点什么就是什么 喜欢点什么就点什么 怕啥呀 咱爷们不差钱 这种男人 装得越优俗自如 买单的时候越狼狈不堪 买单前是刘德华 买单后是杨白劳 如果你们也红酒 酒托只是点了来杯橙汁 你刚喝了有成 符文过来了 买单 你一看酒水消费单 没有喝酒 照样会有喝酒喝高了的感觉 怎么 酒水消费单上写的是760元 一天橙汁560元 两个果盘200元 怎么办 掏钱呢 很多男人刚刚喝了一口红酒 或者一口橙汁 就会买了单 灰溜溜的离开 之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 这时候都荡然无存了 赶快逃 逃回家才会感觉到安全 所以几乎所有的蠢鱼和酒托 只会在酒吧里待一二十分钟 因为他早就没有了喝酒的心情 他买单后就感觉到上当了 也有些蠢鱼买了单后 还不愿意离开 心想老子买单了 老子就要把这些酒喝完 把饮料喝完 老子偏不浪费 蠢鱼硬着头皮 在一边喝酒喝饮料 酒托在一边 回短信回电话 酒托生意很忙的 约他的人在门外排队 他才不愿意陪着你在这里 浪费他宝贵的时间 在刚才买单的时候 他已经看出来你没有钱 看出来你很吝啬 看出了你脸上变色 看出了你的惊苦 他看出了你没有油水可榨 判断出你喝了这瓶酒 喝了这杯橙汁后 不会再点酒水了 他就会说 我们出去吧 不在这里待了 你还想留在这里 你觉得浪费了那一瓶 八百八十元的红酒 或者浪费了那一瓶 五百六十元的橙汁 感到可惜 酒托就会趁机给你发射暧昧的眼神 走到你的身边 用他的大胸脯摩擦你 给你说悄悄话 说他想要你了 你终于兴养难耐 跟着他出去了 走出了这个门 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良家妇女 一个纯洁厨女 他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 不会再搭理你 你如果提出开房什么的要求 他就会大喊 抓流氓 穿老虎工作服的人 会见义勇为 跳出来把你打成肉饼 那些红酒到底值多少钱 市面上仅仅几十元 那些橙汁多少钱 是用几个橙子炸的 没有喝完的红酒和橙汁 也不会浪费 放在一边 放在吧台后 等着下一个蠢鱼来点 再端出来 所以一瓶几十元的红酒 可以卖给十个人 可以卖到八千八百元 几个橙子不到十元钱 可以卖给十个人 可以卖到五千六百元 如果遇到这个蠢鱼 真的有钱 怎么办 如果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在这家酒吧 消费千八百的 怎么办 九托们有的是办法 他们就像水质一样 不吸干你的血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有多少钱 他们就会骗你多少钱 我曾经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 一个男人跟着酒托进了酒吧 那个男人应该很有钱 四十多岁 哎哎胖胖 一身名牌 头顶光秃 四周头发浓密 这种发型叫做 地方保卫中央 或者叫地中海 这个男人夹着一个小包 像软皮本那样大的一个小包 里面应该都是钱吧 男人尽管名牌包裹 但是掩饰不了一身的土气 我想他可能是个乡镇企业家 乡镇企业家可能经常进酒吧 夜总会这类场所 他对这类场所很熟人 一来就主动坐在了墙角 眼光环顾四周 衣服舍我其谁的神情 服务生拿来了酒水单 他连看也不看 对酒托说 你点吧 想喝什么你点 酒托拿着酒水单偷偷的笑了 他知道今天逮到了一条大鱼 乡镇企业家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 小熊猫 黄色包装 一盒就是一百二十元 他掏出了一根 给了服务生 服务生拿着香烟 左看右看 舍不得抽 他没有看见过这种香烟 酒托点了一瓶红酒和果盘 服务生端上来了 红酒起开 服务生就要求买单 乡镇企业家二话不说 拉开小包 从里面取出一塌钱 说了说 给了服务生 服务生欢天喜地 酒托喜不自惊 他一直在发手机短信 乡镇企业家面不改色 继续喝酒 我知道今天有戏看了 酒悄悄坐到了 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 背对着他们 装着打瞌睡 喝过了几杯酒后 酒托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听见他说 我在和朋友喝酒 你过来吧 挂断电话后 酒托向乡镇企业家解释说 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子 回家了 没有带钥匙 我让她过来取 乡镇企业家笑着说 是不是也是美女啊 酒托说 当然是的了 想不想认识一下 乡镇企业家说 好啊 酒托又说 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人陪你 要吗 乡镇企业家嘎嘎笑着说 好啊 他的笑声 像鸭子叫一样 几分钟后 另一个酒托来了 其实这个酒托 就在门外等候 先到的酒托 看到这个蠢鱼 蠢得要死 又有钱 就发短信 让后一个酒托 赶快打自己的电话 他们经常会这样配合 只要让他打电话 就知道是什么事情 他们连台词都不用编排 这就像前几年流传的一个笑话 说是非洲球员 来到中国踢球淘金 看到这里能赚钱 球迷特多 就打电话告诉同伴 此处钱多 人傻 速来 来了个新酒托 前一个酒托就喊服务生 来一杯红酒呀 服务生屁颠屁颠的 端来一瓶红酒 起开 付钱 乡镇企业家 还不在乎 好 接着来 今晚就想看看 你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你买得起几瓶酒 两个酒托左右夹几 一口一个宝贝 一口一个亲爱的 你刚刚碰杯了 他接着来 就看那个土老帽 能喝多少 再开瓶 再付钱 喝到最后 乡镇企业家招架不住 醉了 两个酒托也喝得差不多了 第三个酒托又来了 他的借口 是叫前两个来打麻将的 他还没有喝呢 继续上酒 乡镇企业家趴在桌子上 像头死猪一样 翻着白眼 酒托从他的小包里 拿钱买单 这样 终于把他榨干了 酒托们嘻嘻哈哈的离开了 今晚每人都能提成几千元 乡镇企业家怎么办 两个服务生驾着他走出去 含量出租车 在野鸡宾馆开间房子 那里开房 不要身份证 把乡镇企业家扔进去 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像乡镇企业家这样的人 毕竟是少数 但是喝酒托喝酒 动辄被骗几千元的 却大有人在 刚开始我想不通 第一瓶酒打开了 出资上千元 感觉到上当了 为什么不赶快离开呢 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当 其实 这是一种赌徒心理 想着既然上当了 既然被骗了上千元 就豁出去了 要把面前这个漂亮女孩 泡到手 上千元不能白掏 第一瓶酒喝完了 酒托还要喝 好 喝吧 喝完了你总得跟我走吧 跟我开房去吧 第二瓶酒喝完了 酒托还没事 还要第三瓶 怎么办 喝 到这种地步了 怕什么 不过就是多掏一千块钱嘛 一定要把面前这个漂亮女孩 泡到手 这时候 你已经迷糊了 你的头脑 已经无法控制了 你就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 想着下一轮 一定翻身 一定把输的钱赢回来 酒托劝你喝酒 你就老老实实的喝 而酒托却是浅尝折止 最后 你醉了 摇摇晃晃 身上的钱也掏光了 被服务生送到了马路边 拦辆出租车 他们转身走了 现在 你爱去哪 就去哪里吧 你能有多少钱 他们就敢在你身上掏多少钱 看你还敢不敢充大款 你喝了酒 没有钱 那好 我们派人跟你去取 旁边就有自动取款机 你喝了酒 还没有卡 还没有钱 那对不起了 你喝了多少 就吐多少 打 这是前些年 酒托采用的方法 现在不同了 现在很少打你 现在很多人身上都喜欢装张信用卡 装卡越多的 越是有钱人 你没有钱 那就刷卡呀 黑酒吧里都有刷卡机 让你一晚上刷上几千几万 那是很平常的事情